在《恰眉山法》里面 这三季是二句所说的大仪式 所谓的护法神 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心性 也就是普遍所观修的 慈心 悲心 还有禅定 会观 大手印 大圆满等等 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误解的 护法神是鬼魅 妖魔等那样的灵体 当然也更不是一般所以为的 是像世间神明那样会去跑腿 做有关降服怨敌 守护亲友等 那些不足为道的所识 护法神其实不是别人 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新的本质与自信 如果能够认识新的本质为空 自信为明亮的话 就能够将因为内心的贪欲 称怒 愚痴 我慢 嫉妒等 烦恼五毒所引起的怨敌 还有障碍 以及轮回中所产生的苦痛 彻底的熄灭 那就是所谓的护法神了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理解 仅仅从面具造型的呲牙裂嘴 怒目瞪式 以及手中所持的兵器来判断的话 就会以为马哈嘎拉以及其他的护法神 跟一般的世间傲慢大力鬼神没有两样 看着金刚舞的时候 也会误解说这是在跳着鬼神之舞 可是实际上绝对不是如此 密法甚为深奥也广大难以测量 我们必须要确实的来理解 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实的来证悟 新的实相就是法神的话 那么由法神所散发的悲心加持 就能够变成愤怒向的护法神 而其作用就是能够将苦痛烦恼 还有我知完全的熄灭 感谢观看